大家好我是小和 欢迎大家观看QT入门视频教程第十节 这节呢我们来学习一下QT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空间 单选按钮 对应的头文件呢就是QRadioButton 下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QT帮助文档中对于单选按钮它的一些介绍 这里要QRadioButton 它呢就是一个单选按钮和一个Label 和一串有文字的一个Label 这里就是我们的QRadioButton 它的所有的组成部分 通过这个图片呢我们也可以看见 前面是一个单选按钮和后面一个Label 一串有文字的一个Label 单选按钮呢有两种状态 On和Off也就是呢选中和未选中两种状态 Checked和Unchecked 然后呢在一个组里面 我们任何一段时间之内只能有一个单选按钮 它是被自为选中的状态 然后当我们选择另外一个Button的时候 先前选中的单选按钮呢 它就会被自为Unchecked 也就是关闭状态未被选中 无论何时呢当一个按钮被自为Un或者是Off 这个时候呢它都会发出一个信号 Tag的信号 如果我们想添加什么操作 比如说我选中它的时候执行一些操作 我就可以把它和我们这叫超函数绑定起来 我们还可以使用EaseChecked这么一个接口 然后和来判断这一个单选按钮是否被选中 这里就是使用代码 创建一个RadioButton 它的方法 下面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个小的应用程序 首先还是编一下 这呢是两个 GoPro然后框起来了四个单选框 然后前面两个人爱好 我点击这么这一个按钮 它呢就会获取我当前选中的一个单选按钮 这里呢我选了第二个单选按钮 然后我再点击 它呢就会获取上面的一串文本 第二个 GoPro也框起来了两个单选按钮 然后我点击它 也会获取我们当前选中的一个单选按钮 然后呢这两个GoPro框起来的 单选按钮呢他们是互不影响的也说第一个 盒子里面我框起来的两个 单选按钮在任何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只能选择其中一个 然后第二个GoPro框起来的两个单选按钮 我在任何一段时间之内也只能选择其中一个 但是呢这两个之间是互不影响的 然后这里呢我还可以给 ReadyButton设计一个Icon也就一个图片 这里我就给他自己添加一个图片 下面呢我们来 自己动手写一下这个小的应用程序 首先呢还是打开QT Creator新建一个工程 这里我们就加QReadyButton 激烈的话我们就选择QDinigo改下类名 然后勾选创建界面复选框下一步完成 接下来呢就是脱车出啊我们想要的界面 还是首先偷选出两个盒子groupbox 第一个呢是爱好 再来一个 这个比如说啊我们喜欢看的书籍 再拖转四个单选按钮RadioButton 然后就是两个push button 最后呢就是布局 我们先将两个ready button垂直布局 然后呢再将这一个groupbox水平布局 这样就排列的好看一点 然后这里呢也是一样的先垂直布局 在水平布局 最后呢将这两个groupbox垂直布局 这样呢这个界面我们便很快的创建完成了 然后编译一下看一看界面效果 这个界面便已经基本创建完成了 这两比如说啊我给他文本设置为比如我爱看书 然后呢 然后呢 外跑步 正要书籍的话就Qt Gui4 然后Qt Gui5 现在是还没有QtGui5的 现在最经历了Qt书籍的话 应该就是QtGui4 然后呢就是添加按钮的它的潮函数 这里我们选中按钮 然后转到潮 这是信号的话就选择click信号 然后第二个按钮的潮函数我们也把它 写出来 第一步呢就是判断哪一个按钮是被选中的 这衣服 radio button ease checked 如果它是选中的话 那么呢我们就弹出一个消息框 message box message box 我们现在是可能已经用的非常多 大家也应该是用的比较娴熟 这里就爱好 然后呢就把第一个radio button它上面的文本获取出来 这里呢我们可以判断第二个按钮是否被选中 然后获取第二个按钮的文本text 其实呢这里如果第一个按钮它是被选中的话 那么这年第二个按钮肯定是没有被选中的 如果第一个按钮没有被选中的话 第二个按钮呢肯定是被选中 自为选中状态 因为两个同一个box它里面的单行按钮的话 任何一段时间之内只有一个单行按钮 它是被自为选中状态 然后第三个按钮呢肯定是被选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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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我们就这样试一下 这让我就不做判断 然后 书记 第四个按钮它的文本 然后我们现在来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见现在四个负选框默认的状态都是没有被选中的 当我点击之后 然后其中有一个负选框才会被自为选中状态 我们呢可以设置一下程序一开始运行起来的时候 然后单选框它的选选中状态 比如说我们把第一个read button设置为选中状态 选中状态是set checked 我们给它设置为处 然后再将第三个也设置为处 这里就是当我们程序一开始运行起来的时候 然后第一个和第三个单选流了就是被自为选中状态 大家可以看见这里程序运行起来的话 第一个和第三个已经被自为选中状态 然后我点击这一个push button 它呢就会判断出我们现在选择的是哪一个单选按钮 这里呢第二个左方我是没有去判断第二个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第四个复选框它单选框它是否被自为选中状态 这里我们也是可以正确的获取同一个主里面 它的单选按钮的状态信息 然后我们还可以使用一些常见的接口 比如说radio button 我cddi 我cddi 他是否可以被是否有效 这里我将第一个单选按钮设置为无效的状态 但是这里好像没有起作用 set disable force啊我这里应该是出无效的话 然后再来运行一下 现在可以看见第一个单选按钮 它变成灰色 我是点击不上它的 这就是让这一个单选按钮变得无效 然后呢就是再来给 这一个单选按钮添加一个图片 首先还是添加资源文件 QT resource fill Icon 然后就是 找一个Icon进来 这里我们还是将一个文件夹 专门的来存放我们的图片资源 现在我去找一个图片过来 真的是一个提前已经准备好的一个图片 然后拷贝过来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图片添加进来 添加到我们的项目的资源文件 这时候这一个Icon已经属于我们这一个项目的资源文件 然后呢 我给第一个单选按钮设计一个Icon Icon的路径 它当前目录是debug 然后我退两层退一层 然后Icon这一个文件夹 然后它的名字是clear Clear Clear.Icon 先还是来确认一下 这个路径有没有写正确Clear 这里啊这个图片名字是小写的 然后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有点问题啊 看一下 他的参数呢是一个Icon 类型的一个 参数 所以呢这里我们是要 转换一下 这呢我们就用一个Icon类型的参数 变量来作为他参数 然后再来运行一下 可以看见第一个单选按钮呢 他有一个Icon 加一串文本 并且呢是当前的状态是无效的状态 然后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个信号 啊 有一个Tag一个信号 我们这里要选择第 第三个 单选按钮吧 然后我们转到潮 可以看见他有一个Tag Tag的这么一个信号 然后我们来这个信号呢就是当我 改变这一个单选的状态的时候他就会触发 这里我们就可以来判断他是否被选中 如果他被选中了我们就 提示一下QMessageBox 这两个比如说爱好 或其他的文本 第三个 Tags 如果被选中的时候了我们就弹出一个消息框 获取到文本 这里我们一运行起来的话 因为我们在构造函数里面把它设置为 Tag也就选中状态 所以呢这里一运行他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 然后现在我来改变一下状态 然后让他选中 这时呢就会弹出这个消息框 关于QReadyButton 单选按钮呢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